那果然一套好的 自然有一套差 我直接說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那套東西真的在做什麼 我們接下來要說那套就是 約會大作戰 Day Alive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那個英文 Day Alive 會譯到做約會大作戰 其實這件事是不重要的 譯名是不重要的 但這套東西的故事就簡單而言 就是為了拯救世界 你就要把所有的真理 令他們喜歡這個世界 從而不搞破壞 即是說這個世界有一個精靈的物體出現 而它出現了一個空間陣的東西 然後方圓之間就全部毀滅了 而主要的任務就是要 純復這班精靈 用一個假裝遊戲的戀愛技術去純復他們 攻略他們 攻略他們 等他們不要再毀滅地球 類似那些 這次那套什麼機神攻略 追尾攻略那樣的東西 差不多的設定就可以這樣說 但問題最有趣的這套東西 不是看主角 而是看幕後工作人員 為何讓他命令 選擇 首先這個故事一開始就說 所謂的 剛才有馬所說的一些字 什麼空間陣的東西 由精靈引起 然後跟著第一集都ok的 因為他始終都是說 我考慮遇到 終於遇到一隻精靈 然後就發現了他的妹妹 其實原來是一個 不知道什麼秘密的機構成員 就是為了拯救這個世界 他成員啦 他是第一名 他是拯救這個世界的未來 這樣就ok啦 但我覺得這個不boosh 這件事 隨便吧 這個很壞的問題 大哥 你對比起之後的劇情 你覺得這件事 你算啦 大哥 你的妹妹 你年紀比你更小 他做這個樣子 開頭那集妹妹是叫床 還是鏡頭角椅 很正常的妹妹 一開頭 我這樣說先 一開頭那十五分鐘 去到未有真正空間陣那件事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套是一套愛情喜劇 又喜劇 校園愛情喜劇 到有了空間陣之後 你就會加入作戰的元素進去 又不是有戰鬥元素 然後跟著就ok啦 她的妹妹說 我覺得男主角第一集已經是死了 應該是要 頭半集已經是要死了 不過 沒有事 空間陣不止 是震到其他東西 是震不到主角的 那是主角威能 那她第二就有解釋 沒有理會的事 然後跟著就說 妹妹說 不知道 她現在暫時說 我覺得應該有原因 就說 要主角 要將精靈 攻略 收復 收復 讓她們說 因為她們的出現 會造成這個空間陣 現在 而問題 在於 她們造成空間陣 因為她們在這個世界 彈出彈入 但她們不知為何 彈出彈入 唯一的方法就是 要她們不要再彈出彈入 讓她們要留在這個世界裡 留在這個世界裡 她們認為最重要的元素就是 愛情 愛情就可以令到幾十個女生 在這個地方 你用邏輯思考 精靈是不止一隻 但她要男主角就說 總之你要令到她們戀愛 戀愛對象只有一個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然後跟著呢 我相信之後的空間 真的會非常之頻密 即是後宮 突然 當然故事裡面 開頭就說 終於再次遇到那位精靈了 然後跟著呢 那個劇情就是 記得要害怕的劇情 就是 當主角遇到她之後 跟著 就會有一部 類似超級電腦的東西 就會提出一些問題 第一句開場對話 應該要說些什麼 然後就有百萬苦的問題 A B C 但沒有五十五十 這些東西 然後跟著呢 就靠一間所謂叫做什麼 戀愛的高手 什麼戀愛的高手 離婚不知幾次 一個離婚不知幾多次 一個不知做和兒有多少次 這樣就是 都是一些不正常的人 你靠她們死眼 然後就說 給一些選項出來 然後A B C D 選百分比高 多人選的選項 當然在故事裡面 第一集裡面 所有的選項都是錯的 簡易選項都是不行的 然後都要靠男主角 隨便說一些對白 然後就令到 那個精靈又好像好受 那個精靈又說到他好像 很厲害 一開始對人類很有戒心 但不知為什麼對男主角沒有戒心 三個力強 這些東西我們經常都說 這件事 男主角有三個力強 然後 然後 最底下就是 這班所謂有一班叫做 溝女的部隊 還有一班所謂叫作戰的部隊 作戰的部隊 開頭就說 萬一如果主角 談不定數 就要由作戰部隊負責 去殲滅這個精靈 但我們都知道 在故事裡面 作戰部隊是連一槍都射不中這個精靈 不是啊 重點就是 男主角都未扣掉 都未說失敗 就開始運氣 因為有另一個角色 就是很討厭這個精靈 是 很討厭這個精靈 一見到精靈 就已經扯了火 就不理三七十一 但故事裡面很明顯 他是喜歡男主角的 但他明知看到男主角 都在精靈旁邊 他都依然要射下去 那這些 擺明了 在男主角未扣成 第一個精靈之前 就已經引起了這個戰鬥的糾紛 所以這個所謂的計劃 根本是不成立的 我懷疑他們部門有沒有協調過呢 我們在下order 扣女兒 你不會搞事 在order扣不到 才開始射她 那樣奇怪 主要目的 好像變怪怪的 他還要射 連男主角一起射 那小西里 不要問啊 不是很簡單 你那個腹心 射死你 你又要扣人 又要射人 那你想怎樣啊 這件事都不合理 這件事你講合理 我已經不想回答你了 我已經不想回答你了 因為不是我死了 所以說得第一集前半部很正常 後半部完全不正常 其實這個故事有個位置挺活該的 他講到就是 那位精靈 即阿十香 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 其實有一個很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 既然他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 即是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突然消失 就算你扣佬他 他都會突然間不見了 然後又突然間出回來 那件事是不會解決的 我覺得就是 想這個故事 那個人 還要是寫蒼洪的那個人 我真的覺得你有沒有病 寫個這樣的故事出來都可以 然後當然你說 因為有三個理想 還有我是男主角 這件事是大能來的 男主角這件事 隨便說了一句話 跟那個精靈說 我想跟你約會 然後那個精靈就突然間好感到 點滿了 男主角精靈是不知道什麼叫約會的 大家記住 對 但是他有沒有覺得 那件事是好笑 他是沒有這個世界的知識 他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他突然間 說約會 他又覺得 突然間 好像他知道什麼是叫約會 但他不知道 但是三分鐘之後 告訴你 我們約會是什麼來的 即是我立刻 即是大佬 我看到這個故事 去到第二集結 我真的說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其實 即是如果你說 女主角知道約會 是那些男女拍拖 很小的 很小的 那我 不要緊 但問題是 他不知道 他怎麼想 為什麼你說不通 算了 三位 他不止三位力長 他已經是十位力長 他已經是 他老師都可以 他是所有女角 以我所知 我的朋友告訴他 這套東西裡面 幾乎 所有女角 都是黏在他 大部分都是精靈角色 黏在他之後 就不知為什麼 就十級滿了 所以他很容易去解決 一些精靈的糾紛 那跟基神追女功能 真的差得遠了 那個級數 人家的基神追女功能 是有一個步驟 去想了 如何去部署 和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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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關係去做 這個我聽你這樣說 好像在那裡 在那裡 至少我 你剛才聽我所說的 你知不知道他想做 你是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所以你解的很好的 其實重點就是 男主角接近精靈 十米以來 就可以成功了 或者 可能 可能很難 當然 當然不知道 你說男主角 我覺得一定都有些特殊能力 看他的死人樣 看他的死人樣 十米力長 還不叫特殊能力 好笑第二集 第二集就約會 接著截戰 又要暗殺他 現在中間會 明明在拍攝 暗殺他 不要理他 總之在山頭 拿著追憶槍 打算射爆 十香的頭 但是 那個情況是 是不是真的打算射爆 十香 對著十香的頭 後面 然後十香正對面 就是藍珠光 這個時候 剛才不是說了 擺明是覺得他 他這樣就是 他有外遇 你先說一下 截截開槍 但問題這個時候 截截彈是可以穿透 十一個身 不射到是射中 男主角的下腹 還是胸口 即是中間鑽的子彈 是怎樣射出來的 我完全理解不到 那一刻可能是 十米說 你想溝我 原來你有條女的 然後 男主角 死了 但是可以翻山 然後 妹妹就說 不要緊 為什麼要派男主角出去 因為我這哥哥 可以 restart game 那這個就是 所謂 蛇三好笑話說的 男主角有特別的功能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盡力吧 這套東西 看看完畢的時候 我想我會用快飛 大概 二十倍速掌 去看完這個故事 不要按